再來看 教育部長調校的體重心議會 通過河村技術學院 中秋後代 還有臺灣修理大學 還有冰東的花酒 各級間入加速執業學校 這四間修理學校的改善案 他們可以開始來清算 採採室 田正義也表示說 這三間體重的修理大學 交給地方還是內進步來先接 河村技術學院 中秋後代 臺灣修理大學 今年六十來天班 臺灣的花酒公家在在鐵條條 上路之前停辦已經三年 也沒有改辦 其他的教育文化資料 到沒有鐵薪費二十月通過 四間學校和人來改善 真是改善 清算 其他採算要整公 其中中秋後代包含薪水 有完 欠差不多要三月 內政部他就是用部分架構的方式 那他就是先架構了 中洲特大四棟的建築物跟土地 那這一筆錢就可以讓中洲來清償他的債務 那他清算完了以後他的債務都解決了 那剩下的校產 就是剩餘的這個財產就會捐給內政部 以建築來買 和正義來拿到中洲的好賞 現在是幾月來做民放訓練基地 台書台後地時跟台藤來稀 地上部跟動産賓國有十四億 台南市政府買一億的地上部來興致 其他財產也有關的 幾月做環境的方向 協春是高雄市政府勝者來賓國了後的幾月 全國司法官會這次未來再利用的效果還要看 有些學校是地處偏遠 往往政府部門的思維跟實際的一個社會的需求往往都有落差 我是比較擔心變成一個閒置的一個文字款 屬校官會煩惱 沒好好外用 有夠變作放在那裡沒人用 而且台方這麼久後也要整理可能有算不夠 到部以台書台來做的基本上可以馬上輸用 價錢是超過付出的錢 另外台南市議會是真支持 現在綜合報導